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的正课 上次就写了严正欣的楷书 因为我们讲的是严正欣的楷书 那今天我们这个下 严正欣下这一讲 我们主要谈他的行书 时间过得特别快 一转眼就到七讲了 前面五讲过了之后 你看严正欣讲完了之后 就一半这个课就过了 因为总共是只有15次课 我们是 这是严正欣的楷书 考一下大家 这是严正欣楷书的哪一个字帖 多宝塔碑 有的同学已经很熟悉了 因为这个是他年轻时候的代表作品 后面这一件 这个是有点难度的 马国现场 这个同学看样子从小练过马国现场 《马国现场记》是不是 所以对马国现场记很熟悉 这是《马国现场记》的一个局部 所以严正欣的这个书法 从这个前期到后期的话 差别其实是挺大的 对严正欣的楷书的喜欢 各位通过上次讲课 以及平时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严正欣 其实已经很了解了 那么他的行书其实不太了解的 他可能没什么概念 严正欣的行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相当于说我们把严正欣 跟他的人品 社会地位 这些方面我们通通不算 我们就算严正欣的书法画一个圈 他的成就 在历史上的地位 我们把它跟王羲之相媲美 自数有这个成就 有这个功劳 我觉得谁占更大呢 他的行书的功劳更大 我的看法是六四凯 严正欣在历史上的这种地位和成就 60%来源于他的行书 40%来源于他的凯书 你看欧阳勋写的好不好 好啊 欧提当然好啊 但是你说欧阳勋 为什么在历史上的地位 没有严正欣那么高呢 我们就光从书法本身来说 欧阳勋也擅长行书 但是他的行书上的那个造诣和成就 和那个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跟严正欣相比 还是有差距的 而且距离还不小 正是因为如此 严正欣行书上的造诣那么高 以至于我们后世学习书法 不学王者学严 所以严正欣的行书跟 王一世行书一样 都是大家必学的典范 你看 那这个地位就 非常的高 这个影响力可就大了 我们看一下他的凯书跟行书 你看他的凯书大概一百一眼 我相信大家已经能够感受到他的美感了 那么你再看他的这个行书真轻 这个写来 来自于记者文稿 写得多美妙啊 太轻松帅意 但是又是很符合 法度法则 这个就不容易了 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说写随意容易 但是随意当中还能够比比 能够经得住我们耐探 这才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这堂课 重点就是告诉大家 关于严正欣行书 有哪些作品 他的行书有哪些特点 他的独特的造诣成就 又体现在哪里 以及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又是哪几件 严正欣的行书帖 主要有哪些呢 主要有这些 最著名的是前面这几件 记直文稿 记伯父稿 真作未稿 你发现了吗 都带一个什么字啊 稿子 稿是什么意思 草稿 人家一个草稿 流传千年啊 草稿 我后面会说的 为什么草稿 反而流传千年 有什么关系 然后呢 是流中史帖 胡周帖 这两个都是墨迹 胡周帖是可能 现在看到的胡周帖是 米符的灵本 流中史帖 我一会讲到 还有裴将军史帖 这是刻在石头上的 石刻的 那么刻在石头上的字帖 有很多 主要集中路在哪里呢 在忠义堂帖里头 什么是忠义堂帖呢 忠义堂帖是一个绘帖 绘帖的严正欣的墨迹的 魔课的一部绘帖 在南宋嘉定八年 刘元刚编刻的 过了两年之后 又增加了几种 一共收了多少 四十五种 所以我们要是学习 颜正欣的行书的话 你要是想学墨迹的话 你就去学习他的 记者文稿 刘宗史帖这样的 那么你要是觉得不够 对好多的字 颜正欣的字 你不会写 那么有什么办法拓展呢 那你去学 这个忠义堂帖里面 收的颜正欣的帖 尽管《忠义堂帖》里面 可能收了一些 后人的伪作 有可能是 但是他的绝大部分的 都是非常好的作品 所以《忠义堂帖》可以说 学言必备 那么颜正欣的记者文稿 可以说是学言必灵 因为它是墨迹 你能够看得出 颜正欣的笔法 我读到《忠义堂帖》 其中有几帖 我特别有感慨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中一个就是《路普帖》 颜正欣57岁的时候写的 他的岳父是韦笛 那么他夫人是姓韦 他夫人呢 韦夫人呢 这个身体不好 中药里面需要 有一个药叫路普 然后他就只能求助 太子太保李光静 希望能给他一点路普 给他夫人治病 好朋友啊 李光静就给了 就给他了 给他之后 颜正欣又回复了 写了一个 前面是求助的 回复了 路普后帖 又写了一个路普后帖 写给这个李光静的 还有一帖 也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 奇米帖 不是讨饭帖 讨饭就是乞丐了 对吧 他是奇米帖 这个奇米帖 看了之后 你就觉得 颜正欣 虽然是在 这个 中央政府做官 但是 竟然 日子过得这么拮据 以至于家里揭不开锅 穷到这个份上 这也是 因为当年那时 刚好是又碰上了 这个 连灾 那个什么 旱灾 碰到了 他说了 给人家 求米 奇米的时候 卓于声势 我把这个 横着打 大家字大一点 大家看着方便 各位看一下 我这个 颜正欣 拙于声势 我这个人 不太会有什么 陌生的 各种各样的本事 拙于声势 那有的人 尽管 俸禄拿得少 他能够有各种手段 办法 搞到钱 是不是 但颜正欣不行 他说我自己 拙于声势 这也是颜正欣 人品的体现 举家 十周来 以数月 喝了几个月的周了 都已经 今又庆节 现在连喝粥 都要喝不下去了 是吧 子意更加的忧尖了 拙至深情 我就凭着我们俩的 特别好的 这个朋友关系 我来求你 故令投告 汇集扫米 给我点米巴 实际艰辛 这真是 请你多多包涵 给你带来莫大的麻烦 真情状 你读到这个信 你就感受到 颜正欣 在当时竟然能够走到这样的 我们说的 好像生活很难再往下走 很难以坚持下去的地步了 所以 颜正欣的帖里面就是 这些所有的忠于堂帖里面都是有故事的 这个里面的帖 你要一个一个去读一读 去研究一下 特别有意思 所以这一句代表性的 颜正欣的行书是这三件 三稿 移植文稿 也叫 大家平时通俗的也叫移植帖 曾座未稿 平时也叫曾座未贴 还有就是 既不复文稿 这三稿 这三稿里面 第三稿 一般都很少有人去 主要集中语 焦点在前两个课里头 积植帖和真座未贴 就是真座未稿 积植文稿 这是真座未稿 也在前五十岁的时候 手稿 利亚是用毛笔写一篇手稿 估计也差不多 今天是寒食节 寒食诗稿 苏东坡的寒食帖 今天是寒食节 寒食帖 苏东坡曾经写过寒食帖 寒食帖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图感 那是后来重新操录的 我下次课 我就会讲到寒食帖了 本来要是这些课 要是讲寒食帖 就更有意思了 但不抽巧 那既既既文稿 你看这就是一篇手稿 我等会会讲 这个手稿这么图感 还有什么好看的呢 会讲的 这五十岁 这是它的一个 寒食文稿的一个局部 很独特的 给你想象当中的那个美好的书法 有好大的差距啊 这也是寒食文稿的局部 我自己一开始 怎么都看不明白 怎么都不觉得寒食文稿好在哪 这个说明我天赋实在是太差了 这么好的天下名帖 跟王羲之南康西媲美的帖 我竟然看不出来他好在哪 二十多岁三十多岁 还是看不出来 现在有一些明白 所以有的人可能 一下子就明白了 是属于天赋特别高的 这是珍珠卫稿 这也是一个手稿 可是没有墨迹了 没有真迹了 只能是刻在石头上 石头 你现在下次去西安碑林的时候啊 一定要看一看石头啊 这个石头在西安碑林 这个珍珠卫贴呢 它是颜真卿写给郭英义的书信草稿 里面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唐朝的中兴名将郭子怡 班师还朝 这个一个字啊 代宗啊 唐代宗 代宗呢 照命文武百官 迎之于长安开远门 然后负责百官排列次序的这个郭英义呢 为了取悦大宦官于朝 不顾朝廷的规制 刻意将于朝人的座位排在蒲叶一行 高于了六部尚书 为此 颜真卿就写了这个信 就写个故事 言词测词他 怎么这么乱了朝纲秩序了 这封信是很长的 你看 很长 你要去读的时候呢 你就发现颜真卿讲得有理有据 环环相扣 而且呢 虽然是测词对方 但是我要让大家 让对方心服口服的话呢 他呢 又讲得又直白又含蓄 含蓄跟直白的二者呢 它是能够融在一起的感觉 所以你下次 找个时间 站着去读一读这篇文稿 这篇文稿 写得很有文采 这是真卓为贴的开头部分 前面的部分 这也是一个手稿 所以它大量的图 这个地方你看图 补一补 这是补进去的 补进去的 我看到有的人投稿书发展 就有意识地把这个形式融进去 他当时在他当来 原来是一个手稿 今天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创作 成为一个入宿创作的一个 借鉴的一个形式感 也是这样子去弄一下 不过也很有美感啊 就是不能老是这样重复 这样去 每次都这样做一下 也觉得很单调啊 这是纪伯父稿 就这一篇 纪伯父稿有人提出来 可能是后容伪造 这种争议是存在的 记得是他的伯父 颜元生 及一门去世者 就是这个稿子 明天是清明节了 今天我们讲了几篇记稿 这也是一个巧合 这一篇是 颜仁清的《刘中史帖》 这个作品很小啊 就这么大小 就这么点大小 原作我看到过 就这么大小 曾经 这件事 他的这个七七五年 六十七岁的时候写的 旁边我注了诗文 敬闻牛中史治银州 吴西光以祥 这个足为海鱼之心 你看这个耳子一笔下来了 这一个字 中间这个字 又闻词州为 卢子七所为 舍利将军秦获之 须足为也 他写这封信的时候 在哪里呢 在湖州 他被贬了湖州 任湖州赐死 在湖州 浙江的湖州 然后听到了好消息 这两大好消息 因为这个 吴西光以祥 吴西光是 安史之乱 这个安史的 这个渔虐 这个虽然安史之乱 已经过去了 好几年了 但是后面还有一些 他的这个渔布 同样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 卢子七 卢子七跟吴西光 这两个叛将 都已经被 已经等于是 一个是以降 一个是秦获之 后来到了 十一月份的时候 这个卢子七 就被给砍了 把他给砍了 那么 这种消息 对于延泽青 这样的人来说 他特别开心 这种开心 就表现在字迹里头了 在 安史之乱的时候 你想想看 记者文稿就写于 暗史之乱 是吧 他对于 他虽然这个时候 已经67岁在 湖州 但是这样的消息 传来了之后 他书写的时候 这种心情 一下子就 悦然止伤 还有一个帖 也很有名 也是很多的 书法家 很灵过的 叫蔡明远帖 这个帖 我们同学们 可能不太熟悉 这个帖 蔡明远帖 也是他的行书 这个行书 就是属于 比较平静 比较 我们说的 每个字 每个字 比较独立的 你看 比较 属于延泽青 正常的 状态的一种书写 常态的一种书写 这他51岁写的 蔡明远帖 还有一个叫宋刘泰冲旭 64岁的 这个也成为 很多学习书法的人的 一个灵贴的 一个重要范本 行书的 所以你打开 延泽青的行书世界之后 你会发现 延泽青在王羲之外 也是一片天空 像我自己的话 其实也是在 最近的这个十年 差不多开始 去学习延泽青的 各种的范本之帖 在我以前的话 主要就是学 二王的这一路 很少去涉及到 去学习延泽青这一路的 因为我觉得延泽青的行书 没有那个 二王那样的好看 漂亮 唯美 但是慢慢慢慢的 你随着你的人生的阅历 审美的变化之后 你会接受延泽青的 这种行书的 独特的美感 延泽青还有一种 比较独特的 从看起来 外观形式上看的 就是破体书 打破书体之间的 本来一篇书法 一件书法里面有行书 或者是楷书 或者是草书 但延泽青呢 他把楷行草融在一起 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件就是 郑培将军诗 宋培将军诗也叫郑培将军诗 前面这一段 这是个长句 培将军大军之六合 猛将青九该 战马若龙虎 滕临河壮哉 你看我学习这一段 你发现很奇特吧 有楷书像这个字就是 很典型的楷书的培字 姜字就是草书的姜字 所以你不太认识吗 这个姜字如果写成形书 是什么样的呢 形书是这样的 各位看一下 形书是这样 这是形书 但是它写成这样的话呢 它其实 它就是草书的了 然后这里呢 它又是什么呢 它又是 底下这个字是什么 底下这个字是 各位看它其实是形书的 对吧 是形书的写法 草 凯 草 形 它是这么写的 那么如果军字写成 草书是什么样的呢 各位看一下 那又是这样的了 你看 这就是军的草书 我们今天的简化字的军 就是来自于草书里面的军来的 当然还有一种写法 就是这样 这也是的 这也是军的草书 再看第二个 这个大 这个什么字 军子的军 军也是草书 大军 字六 这个是比较凯的 荷蒙 你看各位 这又是草书 你看草书 然后呢 这个是行书行书 后面这一行 这一行三个字全是草书 所以我们把凯形草这样 杂肉在一起的我们把它叫破体书 破体书呢不太好办 一弄不好的话就刻意做作 但颜真心这个还算是比较自然 就是这个 这是另外一个版本啊 其实不止这一件颜真心 还有一件也是这样的 首正贴 各位看一下 跟裴将军贴 比较像 写的写的凯书 行书 去彻就是行书 这不是正可守 不可 那不就是凯书吗 行书吗 这里就是草书吗 最后一行也是 不守也三个字 最后一行也是草书 所以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裴将军贴 它不是一个孤品 孤品就是唯一一件 当然也还有 还有比如说像这个颜真心的修书贴 这也是的 各位看一下 这样的破体的 那么这样的这种 打破了凯形草的界限 形成的这样的一种书体 有没有来源呢 有的 颜真心是我估计也是受到奥王的启发 比如说像王羲之的德士帖 那就是有这种 行跟凯的这种草的这种融合 所以它其实是 也是有所依据的 不是一个凭空出来的作品 所以这一路的作品呢 可能大家关注的就更少对它破体书的这一路 这一路 也是可以去尝试的去学一学的 比如说像这个裴将军 它字数又多又长卷 写很多写大字 他把它写成几个条平 也很好看 那颜真心的这个行书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先大体先了解一下 第一用笔方面我们先看一看 我们讲到一几个书 去如何去分析它解析它呢 我们可以用笔啊 结构啊 张法啊 幼墨啊 等等这些方面去分析 那核心的就是用笔上面 用笔上面呢 大家说它的这个用笔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比较多的转皱的笔 这个可能很多同学如果没有学过转皱的话 就不太好理解了 各位看 这个是一个什么字啊 关切的这个窃子是吧 关切的窃子 这个窃子就是很明显的有转皱笔 是一样的 这些窃子的窃子 这么说 语学同学还是有个改练 我们不可能把窃子拿出来看看 左边那个是邓氏儒的转子 转呢 一般来说呢 齐笔数笔都比较圆魂饱满 拐角处呢 也比较圆魂饱满 转书 那么这是南宋书法将张吉知写的《窃子》 这个呢 它就会有很多的这个侧风 刀杆转折处呢 这个拐角 我们说的翻折的笔法 笔法比较多 那这两个相比 哪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转奏笔一呢 那个就是转奏笔一 也就是说我们写 行书的人呢 通常来说都是 偏向于这样一个方面 但是在王羲之 也是 他还是学王羲之的嘛 王羲之就是 偏向于这个方面 而言真心呢 反过来 言真心是偏向于 转书于写 这个就是言真心的切 各位看看 是不是转奏笔一啊 那个 那转奏对比一下嘛 这两个坎 显然是跟你接近嘛 这个跟那个更接近嘛 我这么一说 你可能有点明白 转奏笔一的概念了 大量使用了 写转书的笔法 来写行草书 这就是我们正常说的 转奏笔一 那么主要体现了哪里呢 主要体现了三处 起笔 收笔 和转折处 这就 你就这三处嘛 我们可以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我要是写的 用的是楷书笔法 特别是奥王以后的楷书的笔法 来写的话 写这个切子的话 你看 形书的话可能是这样嘛 对吧 我们说的 这个地方拐角的话 如果再折一下 折得更严重的话 就更像 切 那么在延伦庆这里的话 基本上它就是转奏笔法 笔封送到 是吧 车封就比较少 中封它比较多一些 这就是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 从转述笔法里面来的 我们再可以转述 所以它比较远转一些 我这么写了之后 其实就是把转奏的笔一变少了 多了车封楷书的笔法了 所以延伦庆恰恰是偏向于这样的 像邓氏鲁这样子的 就是像这个样子的 其实是偏向于这样 各位看 比如是真正未贴 你看 由于它基本上 它看很明显 这些地方 非常的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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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的人如果说 你写行草书的时候 中风用不好 我就建议他去学一学 颜真情 反过来 如果一个学行草书的人 写的笔画不那么俊美 不那么漂亮 不飘临动 我就建议他学什么 王熙之 因为王熙之恰恰是 笔画大量的使用册封 我们之前讲过 册封取言 唯美的大量的使用册封 所以 延伦庆的笔法是跟 早期的 延伦庆跟 王熙之之前的那些笔法 有相似之处的 我在 王熙之的那一讲里面 我特地讲到 我说 王熙之恰是从质朴到 延伦转变的疏纽 其中体现在笔法方面 就是大量的使用册封 原来更多的使用中风 那比如像西晋的行书 楼兰文书 在王熙之之前的 就大量的使用一些中风 都是圆咕咚咚的 各位看一看 王熙之自己早期的行书 像以母帖也是这样子的 比较多的使用的中风 看一下以母帖的局部 所以这个以母帖 跟你刚才看到的西晋 楼兰文书是比较相似的 这是楼兰文书 那是王熙之的 这个是比较相似的 如果王熙之只停留在 以母帖这样的水平的话 那就做不了书生 也就不会对后世 有那么大的影响 也不会在书法史上面 有那么高的地位了 正是因为有了 后来大量的使用的 像刀一样的切下去的 这种侧风 转折的地方 有能有角 能角分明 才有了王熙之的 这个书法的艺术的独特性 对比一下 这两个就不一样了 这个是西晋的 偏于中风的 圆魂饱满 这个有没有转奏意 有 他这个特别有转奏意 但是他这个转奏意 跟原人现在那又不一样 在西晋的书法名家陆基 写的草书 平复帖 也有很强的转奏笔意 对比王熙之的草书 比如这是魅智帖 这个帖现在在日本 是个某本 他也是大量的侧风 细节对比就可以看得更明白 他们是不一样的 各位看 那个是有转奏的 强烈的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有很多的 后来的这个侧风 凯书的笔法都在里头了 有 那颜真卿是偏于哪个呢 偏于左边这样的 这是颜真卿的 颜真卿的记者文稿 大量使用转奏的笔法 这是颜真卿的特点 但是颜真卿早年的时候我说过了 其实是学什么的 学王熙之 学楚遂良的 那是学王出来的 有了王子前面做了底子之后 再转向 有转奏笔法了之后 它就更丰富了 就不一样了 你看这是记者文稿的局部 很厚实 特别的元魂的饱满 跟颜真卿跟王熙之是两个路子 那么这种笔法是不是也有来源呢 有的 来源于张旭 我们在上一节讲张旭的课里面 上一讲 上一讲是颜真卿上了 再往前就是讲张旭 讲张旭的时候我们讲到了 张旭曾经跟颜真卿有接触 颜真卿有一段时间 专门跑去找张旭学习书法 口传手 深得张旭笔法之妙 李兆的国师部里面也讲到 张旭草书得笔法后 传吹秒颜真卿 颜真卿传 传是谁啊 槐树 所以槐树可以说是 张旭的再传弟子 可以说是 这样就明白了 我们看看张旭有一个墨迹稿 古诗四帖 你看看他的旗笔收笔 都像传书一样的这种线条 基本上都是各位看 很厚实的 像传书一样的线条 特别是像这个 你看这个盒子 齐比渊 都很圆魂饱满 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是蜡烛的竹 竹光的竹 比如说这个竹字 它写的时候 就特别有传书的笔法 如果你不用传书的笔法 你也是可以写的 我们可以写一个 你看 你看 对吧 它这个传书的笔法的话 你看 线条的 你看 是不是很圆魂的 各位看一下 这就是传书的感觉了 所以传书用来 如果你学过传之后 学颜泽天学张旭 就特别快 上手很快 非常的快 看 对比一下 哪一个是阎伦青 哪一个是张旭 左边是张旭的 右边是阎伦青的 你不小心简单 看下证明 这两个人笔法的 高度的相似性 谁是谁的老师呢 阎伦青是弟子 张旭是他的老师 所以在很大的程度上 阎伦青其实是 非常好的吸收了 他的师父的精髓 不过呢 阎伦青不擅长 不以草书建厂 而是以行书建厂 这样的话呢 恰恰他把他的行书 开辟了一个新的篇章 而张旭恰恰恰 又是以草书建厂的 就像我们今天做研究一样的 师父擅长的 我最好是不要干 我换一个 能不能够往前突破一下 阎伦青在行书上面突破出来了 这是笔法 我们说的转皱笔 结构呢 结构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三大特点 第一 结构宽薄 第二 画方为圆 字的事态画方为圆 第三 画凡为简 这十二个字 我把它概括为 阎伦青行书的特点 第一点 其实是跟他的楷书是一致的了 这一点跟楷书是有共通性的 他的楷书又结构很宽薄 我上次可特别举了几个 特别是那个文 文起来的文 文一多的文 一看那个宽薄感 我们仍然可以再看一个 我这里要参差一句 为什么圆伦青的字看上去很正气呢 为什么看上去很正气呢 我们把这个格子画一个方格 各位看 那圆伦青的字的重心呢 每个字都是这样的正正的 都在这个格子的正中间的这个中线 这个位置它的中心 而且第二点 它个字和字之间是顶起来的 顶起来之后它没有什么呢 它这个这道线啊 它就中间不会隔开 它这个线就从一只顶上面 一直怎么样了 穿到底下来了 你如果隔开了之后 那个感觉应该又弱一些了 它不隔开就 一直穿下来的 左右前后 这么一直穿下来之后 整体感觉特别的中正大气 这个跟他的章法也是有关系的 所以圆伦青的 形书的结构的宽薄 跟他的楷书是一致的 看看他的形书 这一篇我前面提到了 宋刘泰充序 各位看他的结构多宽啊 开字写成这样 周字竟然写成这样的 名字也是的 这么宽 结构 我们抽局部看一看 右边那个 左边那个呼字 那么宽 特别胖 很宽薄 一般人的形书的结构呢 比如说二王的偏差 也瘦长一些 那言伦青的结构是这样子的 自行结构 这么宽 非常的宽薄 所以这个宋刘泰充序 也是有很多人去学习它 像董奇桑 就喜欢学 临成 其实这个是八条品 我找了四条品 很壮观 舒服 大字 但是他临得瘦一些 紧一些 因为董奇桑是同时还在学习 黄熙枝的字形结构笔法 融在一起的 所以这个法 不要那么宽 但是厚重感 有的 总体来说 董奇桑的字 是偏向于什么呢 飘飘欲 现在飘逸的 但是 由于零的是颜仑青 所以 也不得不厚重起来了 被颜仑青带的走了 厚重起来了 这也可以告诉我们 如果你觉得字写得飘 人家说 同学啊 你那个字写得太飘了 有什么 方字可以解决一下吗 临言真轻 那就变得厚重了 如果你觉得你的字不够宽薄大气 有什么办法吗 临言真轻 临言真轻 帮你解决这一个好办法 再看刘庸的字 刘庸是清代的宰相 刘庸在 虽然是 这个 我们说的 虽然是一朝宰相 但是 他在书法上面 也是清代的大家了 龙墨宰相 淡墨坦荒 淡墨坦荒说的是 王文志 龙墨宰相说的就是 刘庸 我们抽一个局部看一下 他就把颜仑青的 厚重写出来了 你看到了吧 宽薄跟厚重写出来了 又由于刘庸吃灾念佛参禅 特别的向往禅的境界 所以 颜仑青的那种入室的积极和那种豪迈到他这里变成了什么呢 像是不识人间烟虎的平淡 他把颜仑青的形式结构跟他的内心的平淡融在一起 形成了独特的刘庸的颜体 所以刘庸也是个善学者 真的是善学者 还有清代的陈一喜 灵刘太崇旭 这个是灵的 跟颜仑青的是比较相似的 我们看局部 清代的 这个也好看 他是把他的那种齐绝引出来了 其他的比较正一点 他比较齐绝 再比如清代的温童和松苏太崇旭 这个也好看 也写的宽薄 他就是比较正一些的字形 他那个是比较齐绝一些 但是开张大气 被他写出来了温童和 所以我们学习书法 一个好的有意思的办法是什么 去看一看 古人怎么 更早的古人的 这将对我们学习书法 很有启示 这是第一点宽薄结构 第二点画方为原 本来言诺性的结构 我们说的 除了宽薄的特点之外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偏圆一些 尤其在楷书当然是偏方 更方一些 形书就更圆一些 这就是代表作 记直文稿 那是王羲之的代表作 桑乱贴 哪个显得方一些 左边还是右边 左边 哪个显得圆一些 右边显得圆一些 结构上面 对 你看这个 它当然显得 那个显得有棱角一些 所以我要是画一个字的这个事态的话 那么我们说的 严能清的这个 王羲之的这个字的事态呢 有点像这样 突出去了 因为它还有点泪液嘛 那么 严能清的整体的感觉呢 是外拓的是这样 是这样一些 也正因为如此 有的人说 王羲之的字还有点冷静感 确实如此 因为它是泪液的这种字形结构嘛 后来有一个人就学的特别冷静 那就是欧阳群 欧阳群是泪液的极致了 可以说是 非常的泪液 我们对比一下 这是西周的散试盘明文 这也是我们要 你要是学经文的时候 你就会去领语这个散试盘 因为散试盘 在西周经文是一件名品 很多的学书者 学习大转的时候 几乎是避临的 那么我们说 颜能清的书法有转奏器 或者有转奏液 那这样的对比 你会发现 连结构除了笔法的之外 还有结构上面的这种 远转的感觉 也是有 有转奏液的一个表现在结构方面 再比如真柱未贴 特别远转 各位看一看 非常的这种远转 你基本上好像在这里方的比较少了 以圆的为多了 所以你的字 如果别人说你的字太硬了 去写一写真柱未贴 结构就柔下来了 就不会那么硬了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结构 太柔了 不够硬 去学一学什么 桑乱贴 王一之那样的 那结构就硬起来了 那么学习真柱未贴这样的 后来有一位书法家 特别的有影响 这个人就是五代时候的名家 杨宁氏 宋斯江杰利捧的一个书法家 就杨宁氏 杨宁氏就来源于真柱未贴这样的书法 各位对比一下 它也是画方为原 画凡为简的一个典范 主要杨宁氏的行书来源就来源于 类似于像颜真卿真柱未贴这样的作品 所以我们学的时候会发现 书法就是一个脉度下来下来下来 我举了一个例子 什么例子啊 接力棒的例子 是一棒接着一棒往前走 你不能把接力棒给扔了 接力棒扔了 你就不能往前走了 走不远了 所以学习传统就是一个接力棒的作用 如果没有颜仁清真柱未贴这样的稿子 就几乎没有看不到 也应是这样的神仙齐聚法 有同学有兴趣的同学 你也可以去网上搜到神仙齐聚法去读一读 告诉你怎么样去当神仙的一个好办法 告诉你自我怎么保健 怎么全身按摩 按摩哪些位置 他都会告诉你的 这个神仙齐聚法 是一个养生帖 道家的养生 好办法 我们再对比一下这个王熙字的行书 王熙字的行书 有一件名作就是行书圣教序 是唐代的这个僧人怀仁吉的 就这一篇 你看它的字就是有能有角方方正正 显得字比较方方正正的方式的感觉强一些 我们拿两个对比 一个是左边是颜真清的 右边是王熙字的 所以你的结构硬不起来的时候 就学习这样子的 如果你的结构太板太硬了 就学习这样子的 所以可见我们学习书法 书法史的学习也是很重要的 这样就可以解决自己很多的这个问题 那么像颜真清的这样一路 当然我们都喜欢了 你肯定 你会告诉我老师 其实我这个我也喜欢的 这个呢 我也喜欢的 那我能不能够二者融合折衷一下呢 能不能呢 理想的状态肯定是这样的 有没有人成功呢 有啊 苏东普 苏东普说 我这个人虽然不太喜欢灵帖 但是天理下恐怕没有人 像我这么懂书法的 所以苏东普真的是书法奇才啊 那苏东普的行书 基本上就是笔法呢 还是像王熙字那样清秀飘逸的 侧风很多 但是一旦到它的结构上面呢 又大量的吸收了 也能够的那种远转的结构 我们把它对照一下 就是刚才那个心碎斩切的局部 这是苏东普的 那个就是颜能清的真座位稿 各位 体会一下 如果你用王熙字的笔法来写 那样的 不是这种感觉了吗 苏东普善不善学啊 善学啊 太善学了 我们一般的书法家 比他用功多了 比苏东普 那黄天坚 米福 这两位大书法家 林的帖 肯定比苏东普多啊 但苏东普的成就 宋世家 书法米菜书 还是那么高啊 这就是天分的作用啊 这没办法啊 我希望我们的同学里面 也有苏东普这样的人物啊 嗯 嗯 那么 这是一个心碎斩切切的局部 各位看一看 哎 看上去似曾相似 有颜啊 领过来之后 希望下次要把它盖上去啊 没有印尼的同学嘛 反正到这边来盖 有印尼的同学 一定要留出盖印章的位置 把它给盖上去 盖上去这个作品就完整了啊 以后万一哪天不卖 我们就拿出来拍卖了啊 这是完整的作品了 不一样了啊 签名盖章 那么如果是你要到这儿来盖的话呢 我就建议你呢 最后面一定留出那个盖印章 你不要名字写完了没了 就是印章盖完了之后 最好是不要低于正文 大家把握这一条原则 盖完印章之后不要低于正文 基本上是这个稍微往下 高一点点还可以印章 再稍微都好 低于正文就这个就不是那么好 刚才我们谈到了言人性的笔法的特点 谈到了它结构的特点 它的结构的特点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画凡为简 我还是要举例子 比如说言人性的记者文稿 开头的这个为前圆 第二行开头的五 朔三日 夫死 你看它的结构都比较简洁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它的部分的偏旁步手使用了草法 第一 第二呢使用了简化 就比如说这个月子 我们要是写的话可能写两横 它就这样它一点下去就它就出来了 是吧 第二呢你看这个里面像尺 死子和这个词 词的话它是草书的写法 那么这个死呢 其实它是介于行跟草之间的 死的草书本来是怎么样的呢 各位看一下 死的草书本来是这样的 这是死的 死者的死的标准的草法 那现在它写成是这样 它其实还是行书 只不过是这样 你看 对吧 它写成这样了之后 你会发现 又有了点草的 但是它又不是草 所以这个其实是介于行草之间 有点类似于 我们在一开始讲过的书法家 谁啊 王献之 王献之就经常会 把不分偏方不少 简化成 变成草书的这个形式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比如说 延仁卿的真作为贴 我抽了四个字的局部 晚节末路 晚节末路这四个字 你看它这里这些字 每一个字 它其实都是行书 但是行书当中呢 它又是很简洁的 是吧 非常简洁的 晚节末路这四个字 它要跟 如果你要是写的要繁复一些 那么正常的话 我们写个行书的话呢 比如说是这样 晚节末路 给我看啊 结你看这两个字就这样子的 墨路啊 比方说墨 墨 来 你再对比一下看一下 除了这个墨字 其他三个字 它都比较简化它了 这就是说 炎仁清 结构方面有它特色 就是化繁为简 曾中卫帖也是这样子 既知共稿也差不多 整理它都有一个趋势 就是化繁为简 好 这是炎仁清 行书的结构的三大特点 我们再来看看 除了我们看它的笔法 还重要的就整个的 做整个的炎仁清的行书的 这种总体的 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 在审美方面有一个新变 这个新变 我用一个字 那就是这个字 在这之前 一个风气是什么呢 是炎的炎 这个代表性的人物是谁 王其之二王 那么在二王之前 我们又可以说 整个的书风 它其实是偏向于智朴的 智朴到炎美 如果换成是我们是唐代 比如说像于世南 楚遂良 我们都会走二王这一路 趋向于炎美 但是到了炎仁清 它突然之间又 把智朴的这一种书风 又开始弘扬光大了 所以王羲智的贡献 是从原来的智朴到炎美 以前人用四个字说 古智而金言 金言的代表就是王羲智 这是王羲智的男神学 好看吧 我们今天的 我们今天的常见的书法的审美 其实就受王羲智的影响了 漂亮好看唯美了 都有一种追求了 你看你写个硬币 你小时候哪怕是写铅笔字 给你的范本的例子 那样的一种美感 其实也是偏向于王羲智的 而不是偏向于炎仁清 可见王羲智的影响之大 但是炎仁清是这样一种感觉 哪一个是炎仁清的 右边的是炎仁清的 你到现在为止 尽管我已经讲了一节课了 现在理解炎仁清 还是觉得接受起来有点困难 是不是这样 还是觉得吃力 还是理解它 还是吃力 还是觉得这个字好看 因为它符合黄金比例 间隔 笔画也是 很漂亮 飘逸 所以炎仁清接受起来的难度 要比王羲智大得多了 我们来局部对比 哪一个是炎仁清 哪一个是王羲智大 看得出来吧 这是壮汉 壮汉 就是飘逸的 飘飘欲鲜的 这是王羲智 这是炎仁清 你看 你看得出来 炎仁清和王羲智同样的 都是代表作 一个是记者文稿 一个是南亭虚里面的 你看 《时间的诗》 这是炎仁清的 那是南亭虚王羲智的 所以这两个 几乎就是审美的 两端的极致 一个是极致这边 一个是极致这边 左手 王羲智 右手 袁仁清 看你怎么选 但是十几天 我坚定不移地选 但现在真是不一样 这两种 其实真的是好难做决策 我都是深爱的这两种 这一种 我自己也觉得很分离 一段时间 你跟着我 后一段时间 我就跟着你一天 我都喜欢 那十几年前 我基本上会看 也不认 可能会到去训练 就是炎仁清的 这个伟大的共性 它创造了一种新的味道 那就是熊鹏 而智谱的那一感 以前呢 王羲智之前呢 只有智谱 谈不上熊强博大 皇后也谈不上 更加的 非常有智谱 而这种 这种熊鹏里面 是有一个新的因素 就是 他曾经 学习过王羲智 王羲智的影响 对他是非常大的 他带什么熊鹏智谱 始终都有一些精致的 细腻的笔法的那种 威妙在里头 这个是 王羲智之前的智谱 不具备的 所以 斯东波曾经说过 自从 炎武功出来的 书法出来之后 熊秀读书 一变古法 这八个字 大家记得 熊秀读书 一变古法 他是变古古法的 这个古法指的 不是 王羲智之前的古法 是 炎仁清之前的古法 其实指的就是 是奥王古法 指的是 在唐代的时候 奥王已经是古法了 对吧 还是古法了 还有这四个字 也很重要的 这个 熊秀读书 读书 读书我们不管他 熊加熊 秀 我们是炎仁清的人 容易学到熊 学不到他的秀 对 熊秀读书 没有经过 王羲智 王羲智 笔法的习语 你学过王羲智的笔法 的时候 再去学圆仁清 那么熊帮就有秀了 文智彬彬是文尊智二者要融合的 文智彬是天相于智 但是不失于文 文家智 文智彬彬的偏于智一些 那王羲智呢 文智彬彬的偏于文智一些 你要去看他的思乱圈 也是很有质感 更有质感 我后面会讲到 大家找一下 袁仁清在哪个顶上面 在这个顶上 袁仁清 在这个顶上 王羲智在哪个顶上 在这个顶上 和维吕 你现在基本上 有的这个顶上 还没有被我带过来 今天讲 袁仁清之后的字 那就是袁仁清的这个 我们来对比一下 后面这个袁仁清的字 跟开头 袁仁清之前的那个字 是不一样的 这是西晋时候的 寫书的书记 大家老老记住这个笔篇 这个是袁仁清的 记住文稿的一个评估 各位看 是不是还有金字细腻 和秀人的一些在里面 诶 比如是像这样子的感觉 那种苍津有臂 雄魂 还有秀东这个 在里头 中国的圆感的那种 把握真的太极臃了 所以它雄秀 这两个字 我们的言人心认为是极好 好 我们接下来要来 特别要以言人心的记制文稿来 再来看一看这件作品 这件作品号称为天下第二行书 第一行书呢 由于是东晋 又是王羲之 所以在前面 天下第一行书南庭序 天下第二行书记制文稿 下个礼拜我要讲的是天下第三行书 韩石铁苏东坡的 也有好多人说 如果 严真卿生在东晋 王羲之生在唐代 那么天下第一行书 就应该是记制文稿了 我很赞成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这样子也是 严真卿的记制文稿 记的是他的侄子 他的侄子的名字叫 严记明 严记明的父亲严稿青 是严真卿的堂哥 那么他还有一个儿子呢 就叫严全民 这个里面也提到了 在暗死之乱的时候 严记明呢 严记明呢 就是被敌人给杀了 只留下一个手骨 就是老代骨头 过了两年之后 牺牲的时候是七五六年 过了两年之后 七五八年的时候呢 他的哥哥 严全民 去把他的这个尸骨找回来了 其实就剩下一个头颅骨了 所以放在棺材里面 就运回来了 那么严真卿就写了这一篇 记纸文稿 记他的侄子的 他对这个侄子特别看好 觉得他是他们严家的骄傲 特别的聪明 小伙子 真的是非常的可惜 对严真卿来说 他的这种伤痛感啊 那真的是 我们一会儿 我们在文字里面 和图片里面都可以体会得到啊 那么这个并不是所有的记稿 其实都是像严真卿这样的 比如说苏东坡也有一篇记稿 记皇戟道文 这篇你就感受不到 像严真卿的那个感觉了 是吧 你不要以为 所有的记文都是一样的 都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子的 那么记者文稿的文字内容呢 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我以前远远远远 岁次物绪 九月耕骨朔 三日生什么 这个是严真卿的 到这儿为止 也能把自己的头衔 全部堆上去 对对啊 然后呢 以清卓素修 寄于王子正占善大夫 寄明之灵 就记得这个啊 记文真正开始 就是冒号后面才开始啊 为耳挺身 素标优德 小时候就特别的聪明聪慧 宗妙胡连 皆挺难遇 家国的骄傲啊 都是这么有才 国家的栋梁 美味人心 大家都对他很期待的啊 河图立宅兼序 称兵泛顺 泛顺 而复杰成 他的爸爸啊 他爸爸颜稿庆 长山作军 当时的时候 颜仁卿叫颜平原 因为他的哥哥在长山啊 唐兄在长山做太守 他是在平原做太守 那中间联络员是谁呢 那就是这个 颜济明 就是他的侄子 结果结果呢 后来呢 这个 父献子死 朝清 暖父 天不悔乎 谁为荼毒 念耳构禅 百生何数 哎呀 其实我 其实死一百次 能够换回你的生 就那就好了 颜仁卿你看他这么说 呜负哀赞 然后这个 无存天则 一目何关 何关就是蒲州 这个时候 写这篇记稿的时候 颜仁卿已经在任蒲州的刺史了 已经在那里 蒲州刺史 就严犬凌乱进 然后又跑到长山去找 结果找到了 他的首寸 寸就是空关 他的头颅国的棺材 一起还来了 苦恋催切 顿道新年 方寺远日 波尔幽宰 再等到合适的机会 再把它给找个好 下账 魂而引之 乌接有客 乌乎哀赞 上相 就是各种各样吃的 记得 就是这篇稿子 各位看 从头到后面 这是应该是一篇手稿 就是一篇手稿 所以图改出很多 我相信 应该是含着眼泪 在我写的这一篇草稿 与颜德庆平时 其他时候 写一件文字稿 是大不一样 作品高度有这么高 大概 这么高 并不高 长度 大概这么多 并不大 手稿 他不可能说写个巨幅 我要来一点一点的 说几个这件作品的特点 第一点是图改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图改 怎么会有这么图改 因为它是一个手稿 现在可能觉得 应该一件书法作品 应该是从头到尾 干干净净 保持一成不染 一字不辣 一字不错 那才是一件完美的书法 这是你对书法的 之前的认识 现在我想告诉你的 手稿 它本身 它就是一件完整的 完美的一件书法作品 因为它记录了一个特殊的时空 记录了一个特殊时空中的 阎能轻的生命的状态 各位看 这是阎能轻的 记录了一个部分 这是后面部分 大量的图改 我把它的图改拿出来 以后你看惯了图改 突然没有图改 你不适应 这是图改 斜耀手称 长衫 集资同环 撕心裂肺 这种感觉 你看这图改太多了 这一层庸重不救 这一段 因为当时已经被安禄山的部队围起来了之后 他们还不救 他附近的朝廷的部队不救他 你看这也是 这种图改 那这个图改 为什么会有这么图改呢 这个图改不是说是书法的图改 它是一个什么 文字表述的图改 为了语义表述更加的精准 比如说人生重复 本来是这几个字 人生 底下是重复 重复其实就是书书了 他觉得重复好像有点格 那么他在家里排行第十三 所以他就自称他就是第十三书 这样一表书 更亲密了 跟那个记名的关系 如果我们没有图改 是这样子的 我写了一下 就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太轻 太飘了 不够厚重 那我们可以把它改厚重一点 左边是我改的厚重的 这才是书法的图改 我把这个字呢 一点一点的描一描 图一图 图的厚重一点 点二次加工 于是就成了左边那样的 对比一下 这是书法的图改 言人心现在这个图改了之后 图改了之后变成十三书 其实是文字语义的表述的精准 所以是为了更确切的 一个语义的表达 而不是说是为了美观 修改书法的点画 常见有的写书法的 我不知道各位看到过笔会没有 这里写得不好 怎么办 这才是书法的修改 言人心里面这个里面有这样的吗 没有 怎么可能有呢 这是图描 这个修改就不是 那就违背书法的本意了 对不对啊 这它的这种修改 属于是为了语义表达 更站在书法 我们站在一个审美的角度来说 图改它是情感符号的表现之一 是做书者当时情绪的一个部分 你开心的时候要奔到天上去了 这个时候就是你的表达情绪的方式 我刚才一说了什么 大家笑了 笑的时候怎么办 那就是你的表达你自己当时的心 当时心灵状态的一个方式 所以孙国庭书谱里面讲的书法 舍乐方笑 言哀以叹 叹啊笑啊 那都是表达情绪的一个方式 那言论卿在记者文稿当中 有一种强烈的情绪是哀和愤 极其的悲哀 哀痛悲痛 同时呢又很愤 贼臣庸重不救 当时他本来是可以活下来的 是兴许可以活下来 那当然有一种愤慨在里头了 所以你一旦把这一段话 土门寄开 雄为大处 这一层拥重 这一层不救 孤城为敌 腹腺子死 朝冲暖腹 天不悔乎 谁为荼毒 这一段 我这么写了 这是我灵的一段 写了干干净净的时候 你反而发现好平静啊 没有情绪啦 什么色的方笑 言哀以谈 不管我的事 这么平静啊 但是你观察的时候 情绪一下子就来了 终极的目标 不是为了好看 而是你内在直接的情绪 生命里的表达 你的心情 所以表达情绪的方式 有种种种种 你只看到了 蓝天序的一种方式 你看不到其他的 情绪表达的方式 那对书法的理解 一定是不够的 我们再看这么一个对比 你喜欢上图改了吗 因为这是情绪的表达 言哀以叹 舍乐方笑 对啊 这是他叹的一个悲叹的 悲叹的一种方式啊 可以说 我们再看 其实我说的就是这些字 这个跟那个一对比 你干 下次你还是写毛笔啊 你交给我的稿子 你不一定非得要干干净净的 你稍微有点图改 我也是可以接受的 相信老师是可以理解你的图改的 就是这一段 所以记者文稿里面 其实是强烈的情感的一种 你站在这个角度去看 你就能接受这一种图改了 而且他前后的情绪的变化 是很大的 你看 前面开头 跟后面这一段 你能够感受一下这种情绪的浓烈 变化 前面还稍微平和一点 越往后 越往到最后的一个三行的时候 你看 情绪到了极致了 通过书法也能够表达情绪这样鲜明 极致这么清晰 那你想想看 这样的一种艺术是这么伟大的一种艺术 整个人的生命都融在里头了 我在开头第一讲讲到这个学期讲的第一讲的时候 我讲到过从文字符号到笔墨图像 大家现在有点能够理解什么叫笔墨图像 已经是有点点了 笔墨图像就包括了图改这一部分 各位看 这是一个笔墨图像 当然你现在说 老师我也能做出来 我马上拿个毛笔也给你图出来 你这是为了表达这样一种图像 而不是它是情绪的自然流露 颜真心完全没有想到 一千多年后有一个叫方建勋的老师在分析他这个图改 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对吧 他不是为了说以后有人研究我的图改的 他不是为了这个 他其实就是一种情绪的直接的当下的表达 宣泄可以说是完全在里头的 融在里头了 再比如说我们再看 辅念吹切 我们所有的同学都认识这四个字 一起想象 吹切是什么感觉 你可能有体会有感受 通过文字读之后 在你的老海当中 能够泛出辅念吹切灰 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但是不像言得起 直接的冲向你了 这四个字 这样一出来之后 那比这个文字的力量还要强 所以这就是视觉图像 带给我们的一种内心的震撼 我们一个字一个字看一下 这个斧子 这样子的很有力量 极其的有力 能感受到那种力量感 念吹切 所以说土改其实是当时生命的状态的一个部分 没有土改才不正常 这是没有土改的 那是有土改的 同样这一段文字 各位对比一下 记者文稿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咳笔 咳就是干咳 缺水 袁泽青的在这一篇书法当中有大量缺水 这也是非常态的表现 常态我们写字不会写这么 你看我们交过来的作业 谁的作业是这样的 没有一位同学是这样的 总体来说要比这个要润的多 甚至从头到尾都是黑黑的润润的 那是我们的心理感受 所以墨的润跟渴是一种心理感觉 心理感受 记者文稿是渴到极致的比出 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心理很难适应 我觉得看了你不沾沫水 你就觉得好难受 你不相信你可以试一试 记者文稿你就往下写不下去了 你就非得要沾沫了 但言论性不是的 他当时的状态就是这种 我就觉得这样就这样子下来了 那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是稀进时候的 墨都是润润的 那这样黑黑的润润的 而且我们也看得清楚 是吧 那是严论性的这个对比 可跟润之间 那么这一种可比 在墙顿挫摩擦 就产生了一种入脂三分的 那种深度感 就像很有质感 笔感觉到要戳进去了 墨镜就能体现得出来 这种笔在纸上的这种感觉 刻在石头上就要差一点 所以我们看书法要看真迹 这种在这个上面 你简直听到那个毛笔在上面的 叉叉叉叉叉的声音 我们再对比一下 各位看一下 哪个能听到声音感 当然是这边这个 笔在纸上面 刺刺的 这个纸也比较粗糙 而且这支笔会有点凸 来对比一下 这是记者文稿 那个呢 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流中史帖 两个好消息传到了 言能清耳朵里 言能清一开心写出了流中史帖 你能感受到笔在纸上 这样子写的时候 哪个松哪个紧吗 右边的要什么 紧一些 左边的要 愉悦的时候 肯定是松的 肌肉也是松的 手上的肌肉也会变得松 哪笔毛笔的手 这个上面的时候 也是不会这么紧啊 这是我们的人的 正常的心理状态 你不高兴的时候会流眼泪 会哭 那这也是的 这不仅仅是言能清的个案 你看我们看 王羊之也是这样 王羊之的伤乱妾 他们家的祖坟 又一次被人家破坏毁坏了 这个就对王羊之来说是特别是个重大打击 你看那种悲痛感 伤乱贴 这是快血实情贴的局部 很松的 对吧 下了雪 开太阳了 很开心啊 非常放松的 所以松跟紧之间 其实是受情绪来决定的 后来我还发现 发现明目清楚的书法叫富山 他的儿子死了之后 他写了枯子诗 也是这个感觉 通过这个一个系列 你可以发现 笔触的松跟紧 是跟人的情绪 有密切关联的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 我们来说 笔跟指尖压得紧紧的 往往肌肉比较紧 情绪也是偏向于 如果你开心的时候 手上是很跳舞一样 是很放松的状态 富山在其他时候的状态 就不是这样的 比如他领柳公权的 一个贴叫圣词贴的时候 松得多 看着他的手上 要放松一些 不像这么扎下去吃得紧 恨不得把指戳破 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严格兴的记者文稿的 这种可到极致的笔触 恰恰就是那种 内心的表达 当然 但是我们后来就看 我们看 严格兴的这种笔触感 有一种 另外一种美感 那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 跟我们的接受 我们说的接受美学有关 是吧 我的接受美学在于哪里 在于观者 所以我们说 我们如果把你的一件作品 扔到月球上去 其实你这件作品 意义和价值都不大了 因为除了长蛾和兔子 别人都没有人看了 是不是啊 那放在我们教室里 我们这么多人看 那这个意义和价值 它就不一样了嘛 所以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 那我们说 我们在接受美学的时候 这个观者的心理 观者的态度是很重要的 它其实是对这件作品 进行了一个 再造的一个观念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斑驳模糊 我们会觉得它有一种模糊之美 从当中 书法呢 我们写得干净清晰 但是另外还有一种美感呢 有一种模糊浑然的一种美感 这个就是我们跟我们后来的 我们今天的这种理解的 后来的理解的 这是记者文稿 是不是有一种斑驳 模糊朦浓的这一种美感啊 我们再来看 严格清的真作为铁 你看 这种斑驳模糊的美感 到了一笔收的笔下就没有了 是不是没有了 它是墨 从头到尾墨都很润很润的 胶带的清清楚楚 很清晰的 它那种石头上的斑驳模糊感 它就没了 完全没有了 这种美感 再比如说 记者文稿 清代的良眼也灵过 它灵的就要润一些 黑一些 清晰一些 也不像那种斑驳模糊感了吧 它也会没有 也会少一些 那么其实中国人是推崇金石味啊 推崇这种斑驳模糊的美感 它其实有一个文化的因素在里头 中国文化里面 中国哲学的思想里面 其实有一种对道的这种追求 道的特征是什么 道可道 非常道 能够说到明白的道 那都不是真正的道 是吧 真正的道是用语言去解释说的非常透彻明白的 你用逻辑去 但是你可以去感受 你去体会 真正的道是什么样的呢 道德经里面讲道之为物 为缓为乎 呼吸缓吸其中有相 缓吸呼吸其中有物 你能够感受得到 而这种感觉 恰恰我们说的 后来的金石味啊 包括对颜文青的这种既之文稿的喜欢啊 审美啊 都跟这个有关联 庄子里面其实还有个故事 就是英帝王的这个故事 挺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 南海 北海 中央 南海的之地呢为书 北海之地呢为呼 中央之地呢为混沌 这个混沌呢 对这个书跟呼呢都特别好啊 然后书跟呼就想着在一起 我们得感谢一下 抱怨一下 该怎么去抱他的这个感恩呢 你看这个混沌吧 这个他呢没有七窍 他不分明嘛 混沌的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还是给他找出七窍来 所以他们两个商量好了 就给他找七窍 结果把这个混沌呢日着一窍 结果七天之后 这不就七窍凿出来了吗 凿好凿出来之后混沌就没了 混沌就死了 这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跟书法有没有关系啊 有关系啊 也很有关系 我们对这样的一种欣赏的这种美感 跟严格基督文稿来理解 也是有帮助的 你看比如说无成 这个成无字 它就在这个里面 这个边缘就有点不清楚 又斑驳又模糊 你一旦把这里交代的这些地方交代清楚 那就不是基督文稿的美感了 基督文的美感就不在这里 我们找一个很清楚的字带 各位看一下 米福的儿子 米友人 这写得清楚吗 左边就很清楚啊 这个橙子 另外一种美感 就不是混沌的这种美感了 这个给我们带来的美感是他恰恰所不具备的 是吧 你看 就这么一下就没有了 所以 你今天是不是又觉得 以前特别欣赏这样的字 今天有点感受到 类似于这种模糊斑驳混沌的美感了 能够物理看花 蒙顿之美 飘飘之美 能体会得到的 全名两个字各位看一下 是这样子的 所以不是把每个字写得干干净净 清清楚楚 这样当然是一种美感 但是此外是不是就没有了 不是啊 你可以开阔眼界 名字 同样的名字 你喜欢哪个名啊 左边还是右边这个啊 你都不太敢说了啊 因为其实你已经动摇了 其实你以前是一直喜欢这个的 但是今天上完课的之后 你发现这样的眉呢 也有美感了 说明你的审美其实是在提升啊 是在变化 所以两种是不同的美感啊 我可以再举一个绘画的例子 比如说黄命红 黄命红啊 在他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晚年之前 所有的这个时间啊 基本上他的字都是这么 比较润 比较这个清晰的可以说是 而且很有法则 特别的具有这样的法则 黄命红55岁的时候 这个功夫真好 你看 也是我们所喜欢的山水画 这一路的 然后晚年的时候他变法了 变得开始像记者温稿这样斑驳 模糊 有金石的味道了 黄命红89岁 34年以后 画成这样了 对比一下 哪个有味道啊 你喜欢右边的 是吧 有味道吧 这个画 突然发现这个画更有味道 所以黄命红的山水画 要想看懂啊 真不容易 就像你要是看得懂 记者文稿 差不多的难度吧 其实也是 你觉得记者文稿 就是偏向于这样的感觉 其实是 来 我们把记者文稿 来跟他对比一下 可看一下 左边是记者文稿 右边就是黄命红的山水画 晚年的89的 大家普遍认为黄命红晚年的山水画 代表了二十世纪山水画的巅峰 二十世纪整个山水画的一个巅峰 回头我们再也可以看一看 为什么大家喜欢 汉代以前的碑刻 为什么喜欢那种斑驳感了 东汉的里气碑 这是原碑 这是我们通过电脑 把它这个斑驳去掉之后 变得很清晰的 放到米字格里面的这个字 你以前买字贴 通常来是都会选择买这个字贴 这节课上完了之后 你会买两个字贴都买了 有可能 也有可能就选这个字贴了 这个字贴才是原汁原味的 东汉悲壳的味道 所以我们喜欢这样 说道理也就是喜欢它的斑驳 模糊朦胧 其实也就是说 喜欢具有一种诗意化的表达 谁没有一点诗意呢 那么 闫人青的记者文稿还有一点 我刚才讲过了 他不是刻意为了什么 是无意于书 天真懒然 他现在无意 写书法吧 几十年都是有意的 闫人青这个时候 五十岁的时候的话 他其实要无意的话 技巧功夫都具备了 然后你下次是说你交个作业过来 你是告诉我老师 我是无意于书 天真烂然 是吧 其实我是希望你这个阶段 还是有意于书的 等到你五十岁的时候 你也可以无意于书了 那没问题 原代的这个书法家 发表了一段评论 说 闫人青的记者文稿 沉痛窃骨天真烂然 我这个天真烂然用的 其实就是他这个里面的 使人动心骇目 有不可形容之妙 于弃虚稿 就是于南亭虚 哀和乐虽然不一样 其至一也 他们都是草稿 都是手稿 而且虽然是一个是哀一个乐 都是无意于书 得了天去 所以我们写书法写的后来的境界 其实就是跟我们的吃饭 走路 一时住行 跟我们平常生活一样 不把书法的创作 当成一项很重要的创作 你越是要追求 说我要创作出一件旷式杰作 你越创不出来 你越是无意于书 一放松的 你反而这个字 就开始有天去 有非常的轻松自然的 满满感 就是这个作品 各位看一下 这种天真满满的趣味 你会告诉我 老师为什么表现出来呢 你各位看 我们举个局部 比如说两眼灵的 无阶酒客 乌乎哀哉上响 它的字 基本上还保持在长形里头 还没有那种奇之异态的 完全想象不到的 意想不到的字形结构出来 但是你看看 颜能清的 这几个字 有 无 皆 夫 哀哉 上响 每个字你几乎意想不到 这个肩价结构 字形 我在张旭里面那一讲也讲到了 一个叫常态 常形 一个叫变形 张旭到了灵界点的变形的极致了 那就是张旭草书的伟大之处 颜能清的行书的伟大之处就是 行书的肩价结构几乎到了一个灵界点 这个吉普森还停留在长形 他是把颜能清往回拉 你发现了吗 字形结构 虽然零的 但是这个 哀哉 你看这个哀子好难辨 但是事实上又是一个哀子 哉也是这样 上响 两个字 黄泽 黄泽 是刻意想象这么出来的吗 不是 那就是平时的功夫的积淀 在情绪的极致状态下才出来的 看这四个字 嗚呼哀哉 你觉得这两个嗚呼哀哉 哪一个变形变得更厉害 左还是右 左边那个 为什么 这个还是在中间位置 这个一行是在最后位置 情绪又是更加的极致了 所以这种变形是受情绪的指引的 但是很多人由于 即便是情绪的极致 手上功夫不行 怎么都写不出来 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常态 是吧 情绪酝酿得很好 写不出来 没办法 这就是我们说的功夫的一个问题 所以是功夫跟二者情绪 是两个方面都是很重要的 再比如说颜文青的珍珠未贴 你看这个文字还是比较 你看看看这个君容 是不是很有意思 再看这个呼 各位看看 是吧 这种变形的感觉 你要是 这里看有的是正 有的它就是非常的深恋 也很有意思 这就是超越了常形了 行书是超越常形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的行书不能超越常形 就意味着有可能始终停留在什么呢 能品 就是技法很好 能品 写成 我们写的形式是这样 能品 达不到神品和妙品 很平常 很平庸 但是它这些作品为什么能够让大家 那么推崇 推崇为神品呢 是因为它的书法超越了寻常的形态 达到了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一种肩胛结构用笔的状态 最后呢 大家要去 这个星期要去学的就是 零的就是那张牛 中 史 铁 是吧